1978年,潜藏浙江29年的特务老太太,竟因一个五岁小孩暴露,1949年,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,依旧贼心不死,他们在大陆安插了许多特务,妄想里应外合,反攻大陆,为此,新中国建立之初,我党开展了专门的斗争运动,把一个个暗装连根拔起,但有一个漏网之余,隐藏在浙江谎言整整29年, 最后竟因为一个五岁小孩暴露,那么,这个人究竟是谁,他为何能隐藏如此之久呢?欢迎收看本期繁华五千年,一起来了解历史。 1978年,家住浙江黄岩县小坑公社的李朝洪,一脸惊慌地来到大队支部,对村干部说,村子里好像来了一个女特务,一听这话,大家都惊呆了。 当时,中国建国不满三十年,台湾,美国等方面一直都虎视眈眈,所以,各地也不断传出抓到特务的新闻,可是,小坑公社一向默默无闻,怎么会冒出来一个特务,村干部连忙安抚神色紧张的李朝洪,让他仔仔细细地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,原来,李朝洪和邻居王金英关系一向不错,王金英没了丈夫,独居多年,平时有什么事。 都是李朝洪一家给他照应着,两个人还认了干姐妹,几乎每天都在一块干活,可是,最近这段时间,王金英却突然变得神神秘秘的,李朝洪想要去他家串门,王金英却推托说自己得了病,他传染给李朝洪,但等李朝洪问是什么病的时候,他又支支吾吾说不清楚,总之是闭门谢客, 不光是李朝洪,村里任何人都进不了他家的门,王金英的丈夫从前是国民党,后来,据说是跟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跑到外地去了,因为这件事情,村里人看王金英难免戴点有色眼镜。 王金英自己和村子里的人也极少往来,只有李朝洪跟他的关系比较亲近,所以,王金英越是这样,李朝洪心里就愈发着急,便总想找个机会,打听打听王金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 直到有一天,李朝洪出的门来,又想去王金英家里问问,却突然撞见村里一个五岁的孩子从王金英家出来,这让李朝洪十分好奇,王金英不是得了病,要闭门谢客吗? 于是,他赶紧拉住这孩子,问他到王金英家去干什么,谁知,这孩子说出来的话,让李朝洪心惊胆战,孩子说,我到王大娘家里去学字。 李朝洪一听,觉得一头雾水,都是乡里乡亲,他很清楚,王金英一天学也没上过,大字不识一个,哪能教小孩子学字呢? 可他在问的时候,孩子竟然说,不是王大娘,是另一个大娘,他认得好多字。 一听这话,李朝洪的心里咯噔一声,怎么可能呢? 王金英已经独居几十年了,他家里哪还有另一个十字的大娘,而且王金英家里多了个人,怎么全村没有一个人知道? 还是说,王金英这段时间反常的行为就和他家里这个神秘人有关系,李朝洪越想越觉得害怕。 当天晚上,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,于是,他便悄悄推开了窗户,因为两家是邻居,窗户遥遥相对,所以能隐约看见对面的情况。 结果这一看,李朝洪更是吓坏了,透过窗影,他还真看见王金英家里出现了一个长发飘飘的女人。 天哪,王金英还真的在家里藏了一个人,可是,王金英家里的亲戚早就离世了,也没听说他还有什么朋友,这个女人会是谁,那个年代,因为台湾一直包藏祸心,所以各地都在追查特务的行迹,李朝洪便突然想到,王金英家里这个神秘人一直偷偷摸摸,不敢出来见人,连带着王金英也鬼鬼祟祟的。 莫非,这个女人是特务,一夜没睡的李朝洪第二天就把这件事情报给了大队,大队也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,于是立即报警,作恶多端警察,派出两名警员,在王金英家附近潜伏下来,悄悄观察,果不其然。 王金英的家里就是有两个人,而那个女子身份不明,与警察一同蹲守的村干部认为,这个女人不是本村的村民,他们从没见过这样一个形迹可疑的女子,如今,事情已经确认,这个神秘人一定有鬼,于是,警察决定收网。 第二天,警察带队进入王金英的家中,果不其然,在阁楼上发现了那个行踪诡秘的女人,而看到警察之后,那个女人仍在狡辩,说自己是王金英的姐姐。 不过,关于王金英的情况,村里都清楚,所以,他这套说辞是骗不过任何人的警察走上前。 仔细一看,更是惊讶,这哪里是什么女人,这是一个续了长发,假扮成女子的男人。 他既然是个男人,又为什么打扮成个老太太呢? 警察又连忙让村干部过来,仔细指认,结果,村干部定睛一瞧,吓得瘫倒在地。 原来这个人,是王金英失踪多年的丈夫,图日信。 眼看自己的身份,已经瞒不过任何人了,图日信便也低头承认了一切。 他对警察说,我一个人东躲西藏,如同不见天日的老鼠,渐渐厌倦了这种生活。 而那个男孩天真无知,也不关心我的身份,我能通过他知晓外面世界的事情,算是一种心理安慰。 图日信说的那个男孩,就是当时李朝鸿遇见的那个五岁孩子,天网灰灰,疏而不漏,这个潜逃在外多年的国民党特务,终于落了网。 图日信在村子里的口碑本就很坏,他年轻的时候是有名的地主恶霸,村里的人或多或少都和他结过仇。 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,当时图日信的父亲父甲一方,掌管着村子里全部的土地,而其他的老百姓免不了被他们家压榨。 图日信作为地主少爷,十分傲慢,遗旨气势,而且他从小就性格顽劣,父亲给他请了先生来家中教学。 可是,他没多久就和先生动起了手,短短几年时间,已经把三四个先生逼得辞职不干了。 图日信的父亲健壮,也就没打算让儿子继续读书,在他看来,自己家财万贯,儿子将来只需要继承家业就好,有父亲这样的骄纵,图日信当然更加肆无忌惮了。 不再读书的他,每日消遣便是走街串巷,看到有谁不顺眼,便指使家丁对其进行殴打,还曾经把一个村民打到残废。 可是,即便他如此作恶,却没有人能动得了他,有大胆的村民前去告官,可是图日信的父亲拿了点银子就把事情摆平了,官府都和图日信勾结仪器,村民自然敢怒不敢言。 不过,红军到来之后,图日信为非作歹的日子到头了,红军来到村里之后,就进行了打土豪,分田地的运动,图日信父子平日恶贯满盈,自然被村民们连番检举,他们很快就在村子里待不下去了。 他们霸占的土地资产也被分给了穷苦百姓,图日信的父亲风筑残年,已经庇护不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了,图日信这才感到恐慌。 他知道,自己过去作恶多端,迟早有一天村民们要找他算账,恶贯满盈红军走后,图日信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,逐渐形成了一伙土匪势力,这更搞得当地村民怨声载道。 在这期间,图日信还花钱买了一个老婆,这个老婆就是王金英,当然,图日信对王金英也谈不上多么好,非打即骂,说是买老婆,其实更像给自己买了个丫鬟。 平日里,图日信出去花天酒地,王金英自然也不敢管,王金英身是可怜,只希望自己能有个依靠,不被丈夫抛弃就好。 不过,王金英没想到的是,这个把他买了的男人会一步步把他拖进泥潭,甚至在晚年还要坑他一把,娶了老婆并没有给图日信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。 反而是村民们逐渐生疼的怒火,让图日信有点坐不住了,他也知道自己手下这伙地痞流氓成不了大事,于是他决定投奔国民党。 图日信认为,红军一直在和自己作对,而国民党一直在围剿红军。 所以,自己如果能借助国民党的力量,说不定还能够报复红军抱着这样的念头,图日信拿着自己劫掠来的金银珠宝,走到了国民党的营房门前,在国民党有钱能使轨推磨,图日信把银子一拿出来,部队的长官当即就批准他成为国民党士兵,像图日信这样的有钱人。 在国民党,当然不可能一直处于底层,靠着行贿,他一路升迁,到1940年,甚至已经是上尉军衔了。 当然,此时此刻,老家的老婆早已经被他忘在了一边,他继续花天酒地,醉生梦死,甚至,因为给自己找到了靠山,图日信这个所谓的国民党上尉,竟然从没有上过战场,只是花钱买了个头衔,他借着这个头衔给自己庇护, 同时,还做了不少非法的生意,和国民党众多高官一起敛财,日子过得别提多滋润了。 不过,到了1949年,他的好日子再次结束,三大战役结束之后,国民党大量高官纷纷逃往台湾,图日信也赶忙拿着金银珠宝,顾计重施,到处求人,希望能给自己也换来一张去台湾的机票。 可都这个时候了,谁还顾得上他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,图日信求了半天,也毫无成效,反倒是他从前的上级,在临走之前,给他留下了一部电台,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。 国民党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,也根本不会考虑这些人的死活,但是,却依然想让这些人给国民党做棋子。 简单来说,就是让这些人在大陆潜伏下来,当特务。 给国民党传递消息,当时图日信没有别的选择,他只能乔装打扮后,带着那部电台逃跑,然后等着立功的机会,可是,他这辈子只会行贿求人,又怎么可能当一个成功的特务呢? 从1949年到1978年,他一条有用的消息也没有传出去过,国民党那边都快忘记了这个人。 不过图日信还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,认为自己只要等下去,迟早能等到国民党反攻大陆,到时候,他又能过好日子了。 不过,他没等来心心念念的国民党,反而等来了全国对特务大清查。 天网恢恢虽然,图日信的能力实在不值一提,不过,国民党在大陆安插的众多特务之中,还是有不少人给新中国造成损失的。 所以,把这些人揪出来成了当务之急,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,对于抓特务都表现得热情高涨,很快,众多特务纷纷落网。 图日信心里开始着急了,他年轻时为祸一方,横行相礼,后来又加入国民党,助纣为虐,这一桩桩的罪名,足够他做一辈子劳了,图日信一心想要逃过法律的制裁,所以他只能到处流窜,可始终找不到落脚地,而且。 因为他没有谋生的手段,国民党那边也不再给他及时发工资,再这样下去,图日信就只能沿街乞讨了,这时候,图日信忽然想到,自己在老家,还有一个老婆王金英呢,干脆去投奔王金英好了。 于是,图日信竟然大着胆子,又摸回了自己的老家,果不其然,王金英还留在村子里独自一人生活。 因为图日信,王金英这辈子可是吃尽了苦头,自从图日信加入国民党,就再也没给家里来过一封信,寄过一笔钱,王金英的日子过得犹如一个寡妇,而且,图日信过去在村子里的名声实在太差了,所有人听见这个名字,就恨得牙痒痒。 所以,对于图日信的老婆王金英自然也不待见,村里人平时路过图日信和王金英家的院子都绕着走,也只有邻居李朝红为人热情善良,愿意给王金英帮个忙。 这样雪中送炭的情意,让王金英十分感激,王金英本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图日信。 却没想到图日信竟然杀回来了,其实,见到了图日信,王金英的心情是很激动的,毕竟她是一个旧社会出生的传统妇女,心里一直相信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,也一直盼着图日信能浪子回头,这么多年在村子里受尽白眼,她希望丈夫能够回来,能够让自己有依靠,如今也算是美梦成真了。 可下一秒,她就从丈夫口里得知,原来,丈夫早已经是国民党特务了,这让王金英如遭雷击,她不知道该怎么办,而图日信却一边流着泪痛骂自己,给妻子赔礼,一边又苦苦哀求妻子把自己藏起来。 千万不能让警察发现,否则自己必死无疑,看丈夫跪在地上,流着眼泪,王金英一下子心软了。 她想,这无论如何都是自己的丈夫,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去死,所以王金英一时糊涂,竟然真的把图日信藏在了自家的阁楼里。 可是,一个大活人,很难瞒过村里人的眼睛,王金英无奈,只能闭门不出。 图日信自己更是不敢在外人面前露面,平时,他就窝在阁楼的一掘,等着王金英来伺候自己,给自己送饭。 同时,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图日信,他还留长了头发,扮成一个老太太的样子。 而那个五岁的孩子是偶然闯进了王金英家中,才发现了图日信的存在。 图日信看到这孩子之后,竟然开始教着孩子读书写字和他聊外面的事情。 因为,他的生活实在太无聊了,需要一些调剂,当然也正是这个举动让他暴露了。 随后,公安机关将图日信以特务罪抓捕归案,接受人民公审。 而王金英也犯下了包庇罪,为自己的一时糊涂,他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。